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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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我是Joyce Man 讓哲學進入經營,建立企業成功基因 我們接著談金池哲學第五十六條 認認真真的過每一天 我們設定了目標,我們設定了我們人生應該怎麼走 那我們必須要把第一步要去做好 這個第一步也就是每一天 如果你是一個積極正向 你面對困難 你會勇敢的來面對 同時想盡辦法的要來克服 也就是說 我們把每一分每一秒 都能紮紮實實的運用 真正的快快樂的去把一天來過好 這種態度其實必須要持續 我們如果可以把每一天都過得紮實 那我們這一生應該就會過得不一樣 不管命運最終是如何 讓我們自己真正的來面對我們這一生 這才是我們今天所要來探討的 我們也許每一個人的知識經驗 財富身體健康狀況都不一樣 但是每一個人唯一相同的就是時間 如果我們可以把我們每一天都過得比他人還要來得真正的紮實 或說來得更有意義 那我們的人生一定比他人還要來過得更好 這樣的態度其實身為一個企業領導人必須要真正的擁有 面對經營上面的種種的挑戰跟種種的困難 特別是我們現在面對的這個環境的疫情的關係 讓每一個企業其實都非常的嚴苛 員工也都非常的在內心忐忑不安 但是我們必須要去思考每一天的工作 反而會要更有系統更扎實更積極的去完成 這樣子才能真正的符合我們要持續的快快樂樂的過了每一天 如果每一個員工都是這樣的態度 那這個企業雖然面對的疫情的衝擊 雖然所有的資源 所有的對外的營運的方式都改變 甚至來縮小 但是這個企業也絕對能夠找出自己的方向 自己的目標來繼續前進 我們必須要清楚 不只是企業領導人自己要快快樂樂的過每一天 我們也必須要教育我們的員工 真正的紮實快樂過好24小時 讓每一天都是積極、穩定 甚至讓自己可以成長 我是Joisman 如果你覺得這個不錯 讓我們下回繼續聊哲學吧